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布萊恩的世界 我是 Bryant 最近呢,終於要接近六月了 所以表示夏天正式要來了 那麼今年呢 其實我是想要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搭配 在我的穿搭上面 今年我給自己的一個課題就是 要把拖鞋融入我的穿搭 因為其實過去往年 你可以看我的IG 我真的很少用拖鞋來做一個搭配 其實我知道拖鞋其實有很多種穿搭的方式 比如說長襪配拖鞋啊 或是甚至寬褲配拖鞋等等的 都可以讓拖鞋穿起來不會這麼的輕鬆 或是這麼的沒有型 然後如果你把拖鞋給挑好的話 其實是可以讓你的夏日穿搭 感到非常的清爽啊 然後很加分的 那麼最近呢,我就購入了這雙鞋 於是我就想要拍這一支影片 就是來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自己目前發現的幾雙不錯的 這個夏日拖鞋的選擇 那麼首先呢 就來跟大家講一下這雙鞋 這雙鞋呢叫做Easy Foam Runner 那其實它已經推出一段時間了 它的初代大概是在一年多左右以前 就推出了 然後初代呢 現在價格也非常的昂貴 如果像我大概10號版的話 價格大概兩萬五到三萬塊左右 因為大家總是會去追求初代嘛 但沒關係 後來它呢也推出了非常多不一樣的配色 那這一雙就是比較近期所推出的一雙配色 其實大部分Easy Foam Runner 都是單一顏色為主 比如說都是月亮灰啊 然後一些土黃色、咖啡色等等的 那這一雙呢 上面是印了有一點像迷彩啊 或是暈染的感覺 是一雙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想說我身為一個YouTuber嘛 我一定要比較大膽嘗試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配色 不然如果你們一般穿搭 如果顏色比較簡單的話 其實就可以買素色 就會很好做搭配 那麼這雙鞋 我剛開箱的時候 有一件很好笑的事 就是我在家裡把它打開 然後我媽就看到 欸!她以為我買了一個魚的模型 那它側邊呢真的是長得有點像魚啊 喔喔喔喔喔喔 可憐的小傢伙 她死了啦 那時候我媽就說你買一隻魚幹嘛 我就說沒有啦 這是鞋子 那這雙鞋子上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洞在上面 所以說它穿的時候是非常的透氣 因為夏天的時候腳可能會很熱嘛 那有些人可能會流腳汗等等的 這個通風性是非常好的 那我自己其實目前還沒有穿出去過 我是在家裡踩著走來走去 我自己有發現一點 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呢其實是比較窄的 所以說它有時候會夾著你這兩邊的骨頭 可能會有一點痛 就看你的這個小腿的形狀 你腳踝的形狀 有些人可能會痛 所以說建議如果在穿之前呢 可以先塞那種圓柱體啊 或是一些報紙 先稍微把它撐開 然後塞個一兩天 你再穿出去 就比較不會夾著你的腳踝 那麼的不舒服 然後這雙鞋呢 其實我是建議它可以買偏大半號 比如說你原本10號半 你就可以買11號 像我自己呢就是買11號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有一些地方感覺是稍微偏緊的 所以尺寸上呢 我就建議大家可以戴好 而且拖鞋嘛 本來就是穿得鬆鬆的 比較舒服 除了這個腳踝這邊的不適感呢 穿上去之後 我是覺得這雙鞋非常的彈 因為基本上它就是像一個 整雙鞋都像氣墊一樣 非常的就是 踩在雲端的感覺 很舒服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雙鞋 腳感是蠻不錯的 那這雙鞋 我自己會去怎麼樣做搭配呢 我覺得應該就是穿白色長襪 或黑色長襪 然後配上短褲 或是你可以穿那種很寬的褲子 其實我有看過有人穿 類似那種寬口的西裝褲 把它蓋住 其實穿起來都還是蠻有型蠻好看的 但穿這種鞋子呢 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襪子要挑好 不要穿那種 可能拖線啊 或是洗到很舊 洗到黃黃的襪子 這樣穿出去 就會覺得怪怪的 就不是太好看 再跟大家推薦這一雙 這一雙是我前陣子 大概一個月前逛街的時候 所發現的一個 我覺得一個寶物 就是一個大家可能 平常不會去注意到它 但其實是一個非常棒的鞋子 這雙拖鞋呢 來自於HOKA 那這個HOKA呢 它就蠻擅長做這種膠墊氣墊的鞋子 它有出球鞋也有出拖鞋 那這個拖鞋其實我本來是沒有打算去買它的 那天我去逛Invincible 然後我就在挑衣服嘛 看Double Tabs啊 Neighborhood等等的 然後他們的店員呢 就推薦我試穿一下這雙鞋 所以非常的舒服 結果我一穿上去 完蛋 脫不下來 因為它的這個氣墊呢 真的不誇張 你穿上去的腳桿 真的像踩在雲端 或踩在棉花糖 或踩在枕頭上面 真的是覺得軟綿綿的 然後又很有彈性 所以我覺得穿這雙鞋走路 不管是走長途啊或什麼 都非常的舒服 而且我覺得它的設計很帥 你們看一下側邊啊 然後還有上面 都有一點像那種肋骨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 它不但是舒服 而且也非常的有型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在穿那個Easy Slides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雙鞋子 它比Easy Slides更舒服 而且更帥一點點 那我買的是這個全黑的配色 它剛剛還有其他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全黑的配色 配上黑色的長襪 或是白色的長襪都蠻好的 其實也是這雙鞋 讓我有這個原動力 想要在這個夏天開始 嘗試穿拖鞋的穿搭 因為之前呢我都會盡量就是穿 低筒的球鞋就比較不會熱嘛 夏天的時候 然後我總是覺得我穿拖鞋 就別扭別扭的 但這雙鞋呢 因為真的太舒服了 讓我想要每天穿它 所以我就有開始嘗試 拖鞋穿搭 而且它的價格呢 也是相對比較親民一點點 剛剛那個Easy Foam Runner 雖然說它不是 它沒有像初代那麼貴 但是一雙現在炒價是七八千塊 這雙鞋呢我購入 我記得是一千出頭塊而已 所以相對的它的這個CP值 我覺得是蠻高的 因為它其實 也是一個很帥 然後可以拿來做穿搭的一雙拖鞋 接下來跟大家推薦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如果呢你的穿搭是比較 雅皮或是偏紳士一點 或是成熟一點的話 我就推薦這個 Gucci的這個皮的拖鞋 這拖鞋其實在三年前非常的紅 就所有的網紅啊 然後明星等等的都在穿 然後所以說大家一定不陌生 但是到了今年呢 其實我依舊會繼續穿它的原因 其實它本身就是一雙非常好看的鞋子 然後它其實穿起來也很舒服 它唯一的缺點是這裡是皮的 所以有時候如果夏天真的太熱 然後一走太多路的時候 你會覺得腳黏黏的 因為我覺得皮的這個透氣性呢 反而沒有像你穿襪子的時候 或是一些這種科技材質好 所以穿久了會覺得 有一點黏黏的感覺比較不舒服 但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這雙鞋蠻令人驚訝的 一開始會覺得說它可能就是 像皮鞋一樣走久了腳就會痛 但是我實際上有穿過這雙鞋 連續走路超過一個小時左右 那是剛好有機會 不然一般是不會穿這個鞋走那麼久 那結果呢我腳也沒有痛 還覺得蠻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這雙鞋蠻推薦給大家的 而且這雙鞋呢它是一個拖鞋的腳感 拖鞋的造型 但是其實它不會那麼的修行 就是如果你要去一些比較正式的餐廳 比如說你要去約會啊 或是你要參加一些比較正式的場合 為正式 但是你又不想要穿全部的皮鞋的話 其實你可以穿這個偷懶一下 因為很多人上班的時候其實穿長褲 然後把腳跟給蓋住 然後人家就會以為你穿拖鞋 這是我的一些朋友也會這樣子去做運用 所以這雙鞋的這個運用程度其實蠻高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休閒的去搭它 搭個棉褲什麼的 簡單搭一下也是非常好的 而且這雙鞋就不需要穿襪子 你就簡單的直接腳踏上去就可以出門了 那有一個小訣竅就是 這個鞋底的部分呢它其實本來是一個薄薄的皮 所以走久了很容易磨損 然後磨損之後呢就會開始磨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像我自己走了一陣子之後呢 我是去加了這個膠底 加了這個膠底之後呢 其實走路的時候更有那種 cushion 的感覺 所以其實更舒服 所以我建議如果大家有買這類的鞋子 就是你的這個皮磨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去加一塊膠底 這樣穿起來就更舒服 然後這種鞋就可以穿得更久 好 再來跟大家推薦這一雙 這一雙鞋呢 大概是去年還是一年半以前推出的吧 它是跟去年的那個 Paisley Print Go Go的Air Force One 一起推出的一個pack 那時候我沒有買那雙Air Force One 吸引我的反而是這雙拖鞋 這雙拖鞋的這個造型呢 有一點點像Visfilm他們會出的那種拖鞋造型 有點像 就是有一些綁繩的設計 就是比較軍裝風一點點 然後上面呢 它有不同的這個拼布花紋做在一起 然後它的這個底部呢 是這種登山鞋的底部 是這種鋸齒形狀的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man的拖鞋 而且我喜歡它是奶茶色配這個深藍色 當初在看到那個pack的時候 其實我完全沒有被Air Force One吸引 我馬上就是愛上這雙拖鞋 當時購入的價格大概是兩千多塊 其實也是蠻平易近人的 現在呢 你大概是要從一些選貨店啊 或是網路上才能買到 但是我依舊認為這是一雙 夏日非常棒的拖鞋 如果你可以找得到 或是你剛好逛街的時候有看到呢 還是可以去把它買下來 因為我覺得它到現在炒價應該也不會太貴啦 因為我沒有看到太多人拿它來做搭配 我是去炒作它 最後的一雙呢其實就是一般的這個拖鞋 這雙拖鞋是我把它拿來當室內拖 它就是一般Nike的那種拖鞋嘛 然後Adidas啊Nike啊或是各大運動品牌都有 那我自己在挑夏日拖鞋的時候 如果是這種比較一般的拖鞋 我就會挑這種比較亮色的 因為我覺得夏日 不管你要去海邊去游泳池旁邊 或是你在城市裡也好 因為夏天你的裝扮 本來就想要比較清爽比較亮一點點 比較可以達到好的拍照效果或是好的穿搭效果 所以像我這雙就挑了這個螢光黃 好那除了上面提供給大家五個這個選擇以外 其實我自己在網路上也有看到 非常多不一樣的選擇 比如說剛剛所提到的Easy Slide 其實它還是蠻好看的 然後聽說也蠻舒服的 再來還有最近蠻紅回來的這個Birkenstock 它那種前面包頭式 有點像剛剛Kucci那個拖鞋的 那種拖鞋其實也很棒 我有看到Chrome Hearts跟他們的聯名 也是做得很漂亮 然後很受歡迎 吵架也是非常的高 然後甚至呢像那個Crux Crux他們最近其實很積極的跟各大品牌 像是Justin Bieber的那個Drew 然後還有一些不同的品牌就是做聯名 然後把他們的這個以前那種比較休閒 美式休閒 然後比較邋遢的這個框架給打破了 現在其實反而看一些Crux的設計 會覺得它蠻潮蠻有型的 所以其實Crux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不是聯名款的Crux 它的這個價格其實也還算蠻平易近人的 然後最近我在逛LV店上的時候 其實還有看到一雙非常帥的拖鞋 它的idea是把那個LV他們非常知名的那個trainer 把他的一些元素拆下來 然後放到一雙拖鞋上面 我在找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那雙鞋呢 它雖然價格很貴 應該是快四萬塊吧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非常擅長用拖鞋穿搭的朋友們 那雙非常值得入手 好啦那謝謝你們收看今天的影片 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一下 你們還有推薦什麼樣的拖鞋品牌 或是拖鞋款式 然後你們可以告訴我一下 我今天推薦的拖鞋當中 你們最喜歡哪一雙 那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